我跟大哥差17歲 跟二哥差11歲 所以我是一個不小心 是嗎?是確定是媽媽媽怎麼表現 他們可能有計劃希望再做一個 沒有 我絕對一定是不小心 因為我小的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爸是很討厭的 真的假的 我怎麼討厭呢 他覺得我長得很醜啊 我媽做生意沒有太多時間照顧我 所以她就把我送回鄉下 那你也知道鄉下小孩就是打赤腳 在田裡面跑來跑去 然後曬得黑黑的 很多女生都要打扮得像小公主一樣 沒有 我就是像野孩子 爸爸到什麼時候才覺得你變可愛了 有一天我父親的軍中同袍過世 同袍的兒子那時候大概讀國中 可能叛逆期吧 你都沒有看到他掉一滴眼淚 但他每天都來上香喔 他就坐在那裡想說 那他到底是難不難過呢 你知道我有多戲劇張力嗎 我爸問我說 爸爸 爸爸如果死了 你會哭嗎 我就抱著他說 我的爸爸永遠都不會死 然後我就哭了 我爸從那一刻開始就深深愛上我 他覺得我的女兒怎麼那麼可愛 我開始比較懂事的時候 兩個哥哥都已經離家 我爸剛好也因為工作的關係 被外派到外地去 所以家裡一直都是我跟媽媽在一起 我覺得我的生活是有點偽單親的那種小孩 我從小就是要使兒童 我記得我們還是少女的那個時期 最流行的東西叫做拍藝術照 大家都在拍藝術照 我幹嘛跟人家一樣 我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樣 於是我就去錄專輯 花了一萬塊去錄了一張 是我19歲的生日禮物 有一天在家裡頭 接到電話說 請問你是周慧嗎 你有興趣出唱片嗎 但真的沒有想到說 那一通電話之後 我這條路走了21年 因為真的當歌手對我來講是五星插流 那我也沒有想到說 哇第一張專輯就可以賣了60萬張 那第二張專輯也是瞬間 在一個月內就賣破20萬張 成功的引起話題的是那個娃娃 但也可能因為這個神秘感的操作方式 就讓大家一直猜測說 那她到底長怎樣 一定是很醜還是什麼 但是你也知道我的前世情人 每次都一直誇獎我 所以我從小到大就是 很有自信的女生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就是正常人啊 剛剛講到長相嘛 那就蘇永康好了 妳跟蘇永康是不是 因為我第一張專輯 不是被說我是女版蘇永康嗎 然後她也因為 我叫女版蘇永康 她深深覺得 她很像有點對不起我 就是 好好一個女生 妳幹嘛把人家講成這樣 但是我們公司就安排 我們兩個人一起走星光大道 就把男女蘇永康擺在一起走星光大道 因此我們兩個人就 互稱兄妹 像有幾次出差 我有時候會帶媽媽一起去 然後她看到我媽也會說 媽好 哈哈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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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